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主题信息 我们的主题信息就是 今年有两个层面 一个叫恩上加恩 一个叫展翅上腾 所以每个月我们有两次去分享 恩上加恩是讲到一种恩典 展翅上腾是讲到一种生命的呈现 所以你看到我们有什么知恩 又有展验什么什么 所以我们有十个月分享了不同的向导 不同的信息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叫做与神什么 相如致恩 再读一次好不好 今天的题目叫做 与神相如致恩 Amen 基本上小组的内容就是Koe传道去预备 还有下星期的信息都是她做的初稿 我负责分享 也很感恩 上星期大家记得谁说到上星期 胡康慧牧师 有没有印象她说什么 欣上加恩展翅上腾 记得他说什么 信有什么 希望在场 告奉 大家有没有印象 ViuV的那些不算 ViuV在下面聚会 其他我们有没有记得 他说到什么 他说到他很喜欢一些人 记得吗 我立刻问他 胡牧师你喜不喜欢我 他说当然喜欢你 你记得他上星期说喜欢什么人 有钱 所以你知道我什么人 大家明白 胡牧师做很多 我想他的心里都是爱所有的人 帮助很多基层 很多宣教的和尚 有很多神也帮助他 遇见不同的 有些突然有爱心 一起帮助 所以其实他爱所有的人 但是他告诉我们 他的 passion 他的激情 怎样可以持之仁呢 生命的历程 可能有不同的季节 不同的阶段 但我们都是信有什么 希望可以在场 高峰 帮你讲一讲 你信有希望可以在场高峰 信有希望在场高峰 所以上次他用了一个人物 他用了一个人物 叫什么名字 第一个四十年 好像很聪明 神又不是怎么用他 然后第二个四十年 开始觉得自己不聪明 又拙口笨舌 然后神又可以使用 然后第三个四十年 被神大大使用 他说的是什么人 魔勢 大声点 什么人 魔勢 魔勢 所以原来这个月 我们有两次主义信息 都是用魔勢的生命 胡牧师今次有问过他 他不知道 就是圣灵的引导 所以今天和下一次的主义信息 我们都是用这个人 叫魔勢 去讲我们的信息的内容 所以今天我们的题目叫 《与神》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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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三个层面 第一 经历与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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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在生活中 细心灌寒 大家也有生活 有不同的状况 我们有没有 细心观看神的作为 当我们面对困难 面对挑战 面对一些状况的时候 有没有去体会一下 原来是神 给我们经历祂的恩典机遇 我们首先看三节经文 预备我们一起读 《出埃及记》 第三章一到三节 预备好吗 预备我们大声读 一二三来 来吧 摩西牧养他 额虎米颠 祭司 叶剃罗的羊群 一日 拼羊群往夜外去 到了神的山 就是河烈山 耶和华的使者 从京击雷火焰中向摩西显然 摩西观看 不料京击被火烧着 却没有烧毁 摩西说 我要过去看这大仪仗 这荆棘为何没有烧毁呢 Amen 与神相遇之恩 在这三节经文里面有两个字 就是我们每个人要经历神里面 不能没有这两个字 神也往往用这两个字 使用这种情况 帮助你和我 能够真正经历到神 有没有从经文里面找到这两个字 是我们经历神的锁词 与神相遇之恩的跳板 看不见到这两个字叫什么 不料 大声点叫什么 不料 敬激 就是后面 敬激之前有两个字叫什么 不料 不料 一起说这两个字叫什么 不料 请问有没有人喜欢不料 我们大家都没有人喜欢不料 我们都喜欢怎样 in control 但是你想想 所有的圣经里面的人 包括我们现代的 这两个字是我们的挑战 在不料的环境里面 所有你的生命里面就会呈现 当你能够in control的时候 大家都是弃定神闲的 但环境一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躺躺阵 不料的环境有时候会呈现了我们的软弱 呈现了我们自己的心里面 还有一些未处理的地方 刚才Charles说 去完五十五周年出来 以为很好地 恩上加恩 展翅上能 不知道怎么样 不料 入医院 所以今天Sandy姐妹领事给她掌声 感谢赞美主 真的很好 让我们的生命有一个生命的体验 不料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多不少有很多不料 不同意吗 跟你整个计划不同了 我们也会有很多自己用人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但是你知道整个生命不料是神会使用这个处境去锻炼人的 其中有一个在讲摩西之前 想跟大家讲讲有一个人叫大卫 大家记不记得大卫 记得 大卫的生命从谁高梅距作王 杀母义 有没有立即做王 没有 一直到瘤练 一直到锻炼 直至他真的在石安作王 我形容这个过程里面 有三个课室 英文叫training for raining 训练他可以作王 或者叫受高作王 有三个课室 第一个就是他成长的地方 三个课室 他的家乡叫做 百里行 什么 百什么 利什么 我也知道大家想讲的 叫什么 百里行 第一个地方是百里行 在他成长里面 面对牧羊 面对中心 面对哥哥 家庭 面对一些不同的处境 有哥利 面对素罗 是不是有很多事情面对 有很多事情学习的 你知道我们的生命都有我们的百里行吗 在我们的小组 我们的家序 我们的团契 我们自己的教会里面 这个就是我们的百里行 有学习很多很实战的东西 刚刚可能你们传会要做六次 我们的私事 我们受浸的东西去服事 这些都是百里行 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百里行 这是大卫的成长 但是 不只是百里行 但是在百里行之后 他每一样都做得乖乖的 每一样都很好 但是往往的处境 跟他自己的环境不同 上帝就将他推进另一个环境里面 更深地熬练他 就被扫罗追赶 有一个很长的季节 统称三个字叫做亚什么 亚杜兰 亚杜兰 一直说亚杜兰 亚杜兰 亚杜兰就仿如摩西的米甸一样 摩西第一个四十年 在皇宫 好像很聪明 但是神说还没用得 但是到了米甸这四十年之后 他就说自己脱口什么 就是好像uninstall了一些东西 你明白吗 今天我和你的生命 可能有些东西要被uninstall 要被delete一下 好让上帝可以更多的使用 而在整个亚杜兰 他有两次可以杀害梳罗 他有没有做 没有 一直都没有 他要尊荣耶和的受高者 他是不是这样 然后一直等 等到梳罗离世 这个应许会不会成就 结果有没有成就 当他真的等到 扫罗离世的时候 他还没立即作王 那些人推举了 扫罗的儿子叫伊斯波茲作王 很无奈 神的应许和生活里面有落差 就好像Charles说 有落差 怎么办 当时有一个支派 犹大就勇立去作王 去年梁宇新姆斯说的这个地方 叫什么名字 三个字 希伯伦 希伯伦 犹大支派里面 其实当时不是很强 十个支派在北边 资源在北边 但是 希伯伦是代表什么 代表在一个没有那么好的环境 做最好的回应 是吗 在一个没有那么好 或者差一点的环境里面 你做最好的回应 今天你想想 你愿意怎么回应你的环境 环境好的时候 大家都很兴奋 环境不好的时候 我们依然是那么积极呢 还是像我做工一样 老板你出那么多粮 我交那么多货 还是怎样呢 无论任何处境 我们都将最好的给神 刚才Charles提到 那个婴他在 那我怎么处境 我怎么处理我自己的心 我是不是找人顶着 算了 还是在那几秒钟里 我依然坚持下去 去经历神呢 这个就是大胃 就是在这个处境里面 经过了希伯伦的七年半 他能够说服了上帝 信托更多给他 以至到他可以进入到什么 石安 记不记得去年时 圣牧师说了哪里 就是说希伯伦之前 亚道兰之后 去了一个地方 就是大胃经历他的大考 叫高考 这个就是大胃最终考试了 这三个阶段 好像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 他经历了他的考验 大家没记得 圣牧师去年说的 他去了一个地方 考试三个字 叫做 世伯伦 别说嘛 你当然知道 你读经你当然看到下一章 真的 哈哈哈哈 考考他们 哈哈哈哈 既然说了 叫什么名字 世伯伦 Signet 世伯伦 当时 大胃去了一个地方 就是世伯伦 帮助亚吉 其中一个菲利士王 没办法 你看 大胃手头无路 投靠亚吉 有五个菲利士王 最后就叫大胃和他一起 去帮忙联军打草罗 你看28、29章 去着一个地方叫阿弗 谁知道 大胃带到那六百人去到阿弗之后 菲利士王就害怕 这个大胃是不是联同草罗 里应外合 还没有奸道 我们头奴都不保 又不信大胃 对大胃来说是一个relief 也OK 正所谓左有助人难 要打草罗 但是又不知怎样 很无奈 很混乱的状态 接着大胃和那些人 再回到原本这个洗甲拉的地方 怎样回到那里 阿玛力人 趁他走了一会 就劳略了这个城池 焚烧整个地方 老婆、子女、金人、财白 全部都拿走 他回到那城 又有两个红色的字 叫什么 不料 你看大胃 他在这个不料里面 被神去熬念 你知不知道 你是否有料的人 谁知道你是有料 因为所有有料的人 都要经历这两个字 叫什么 不料 经历了不料才成为 有料 所以跟你教他说 你经历不了就成为有料 你经历不了就成为有料 真的 生命里面总是有些不料的 有些情况会出现的 当时圣经说 怎样 大胃自己又招吉 和他同行的人 因为自己没有了子女 苦恼 甚至要用石头 打死大胃 你看看 大胃过去有没有忠诚 有没有忠诚 有 对朋友忠诚 对神有没有信实 有 有 全部都规矩 不过 他的环境 和他自己的态度 是一致还是有些距离? 有 有距离 出顶姐妹 你有没有 在这些处境里面 去 细看一下 细察一下 为什么会这样 是否神 都是好像 训练大胃 训练摩西 一样 训练你 训练我 让我们有一个机会 去提升生命 就在这些状况里面 这几秒钟 态度就很宝贵 是不是要继续坚持 在喜乐饭堂里面去服侍呢? 还是将这个 任务交给别人呢? 这是我们生命里面 每一个人都会有机会经历的 可能我们都未必喜欢这些 同意吗? 有时不料 可能是环境来的 有时不料是人来的 不料有一个 你未必那么舒服的人 突然出现在你身边 我刚刚在台湾分享 我跟台湾那边分享 你知不知道在你身边 往往有两种朋友 第一种朋友 叫做雅灵朋友 什么是雅灵朋友? 他永远都是你的重探 但你可以决定不理他 那你不会大胜 你理他就会大胜了 你看看旁边 看看他是否你的雅灵朋友 不过第二种更辛苦 第二种叫做沙子朋友 什么叫做沙子朋友? 你不管他也会来磨你 你避都避不了 第一种你还可以避 我看不到他 但是你跟他接触 你跟他相交 是你生命的提升 这些是雅灵朋友 第二种沙子朋友 你避都避不了 我硬是惹过来磨你 但是感谢主 上帝往往是在这些不料底下 总是有这些人 这些事 都是让你和我生命提升 将你和我的领袖 那些岩蚱的东西去磨走 以至到我们生命会不会提升 所以感谢主 这些不料好吗 未必很爽 但是有益 所以你看看 大卫也好 摩西也好 都在不料的处境里面 怎样 经历到神 大家有没有看 10月29日的830 大家有没有看 10月29日就是礼拜二 就是Cole和Havi做的那集 大家有没有看 Havi在前面 这个哥哥 大家有没有看Havi 莫基拳就是他 10月12日那一早 在美国下机回来 那晚就和我们营会做翻译 12、13日 他之前去了美国 大概大家看看 他会说得清楚一点 他今次去美国 就有一个他们的产品 大家都知道他做一个 颇有名的手机学的东西 我没有卖广告 他去那里做一个展销 都筹备很多个月 公司也预备不少的投资 谁知道他说 到那里是星期四要展出 12点钟 星期二 到那里 所有的展览的东西 物料的物资 扣海关 不料 有这样的情况 接着大家拆解 他给了我看一幅照 当时大家都没办法 马上叫做临时做这些东西 根据他说 这些作品是小学朋友的作品 你明白吗 一家很大的公司 一家国际的品牌 有什么理由用一个 我们RKISS 还比那些好样的 加上他这个位置 他怎么跟上头的人交代呢 在这个处境里交代不了 不料就是显出一个人的生命 这个时候腾鸡 无奈 发脾气 根据他跟我说 同事上司 每个都问他怎么办 当时他直说 祈祷了 这些基督徒过来说 他说可以了 祈祷了 然后星期三就是这样 到星期四上午 他已经使尽一切的办法 会不会立刻急剪辑过来 在那边再搞些事 人都仁不切 你知道美国人的工作效率有多快 搞不定 然后到星期四上午 我听他说 然后在这里等 同事各个热窝上的蚂蚁 问他怎么办 祈祷了 可以了 是的 我在这个不料的处境里面 我都很少见Havi 真的这么厉害 起码他没有WhatsApp过我 根据他老婆说 是他WhatsApp的老婆 然后祈祷 然后一直到长话短说 突然间不知道他到几点送来 我最记得11点57分 是吧 到了11点57分 所有事情都搞定 全部同事都看着他 然后他还说 这个见证一直说到现在 那些人怎么办 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 虽然有些不信耶稣的同事 他都说我们的神 是信得过的神 是在我们的神 使我们 可以帮助我们 突破生活上一切的艰难 因为我们的主是信得过的 Amen Amen 给我们的主要掌声 都欣赏 细致很精彩的 你们上网听回 11月29日 那晚天天灵听 所以在不料的环境里面 处境和我们的心境 可不可以对齐 究竟哪个驾驭哪个 今天是环境 驾驭我们的心境 还是我们的心境 可以超越环境 Amen Amen 所以这个 究竟这个不料 是展现出 你那种的不安 这个不料 是展现出里面 是机会了 我可以和所有不安的同事 去见证神 在我们今天说的 这个是生活中细策 其实你知不知道 我们生活里面 都有很多这些 风风雨雨 很多挑战的 懂不懂 全部 究竟我们是 是让这些环境问题里面 我们挣扎过去 还是每一个环境 都是让你和我能够 谦卑地去求告主 能够谦卑地去让我们 在信仰上面有经历 Amen Amen 我们今天回教会 不是只听一些圣经故事 听完之后就散 其实每一个都是我们可以 经历神的机会 Amen Amen 是机会来的 跟你教会说 是机会来的 是机会来的 是经历神的恩典 哇 当时在这个不料里面 摩西 神经病说 摩西是什么 摩西看到一个燃烧的惊击 而这个却会有被什么 烧毁 似乎是一个自然的景象 又是一个不凡的景象 你知道很多不凡的景象 发生在我们的心里里面 很特别的 是很难的 但是有些的恩典发生 Amen 有些的恩典发生 神很多的恩典 在我们生命之上 我刚才在路过 听见阿佩拳 分享她妈妈 受针 谁知道突然间 半夜透不透气 一个刚刚受针的Auntie 刚刚受针Auntie 半夜自己呼吸不到 自己呼求神 接着在神的同在里面 很平安 睡得着觉 之后没有事 哇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 经过我看回那段文字 佩拳声听自己 平时都不写字的人 都写了一产字 去荣耀主 Amen 所以感谢神 在生活当中 有没有挑战吗 有 有 很多挑战 让我们大家都在不知所早 但在这个不料的时候 展现出来 是我们什么呢 我们的不安 痕迹 猛症 苦劫 憤怒 还是什么状况 这个才是真实的 Amen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遇见神 能够在生活中 不要错过 每一个遇见神的机会 Amen 我跟你讲 不要错过遇见神的机会 不要错过遇见神的机会 哈利路亚 在这个境况里面 圣经说 摩西是什么 冠汗 一起说摩西是什么 冠汗 我请大家 去观看你的生活 去停一停 想一想 看一看你的生活 看一看你周遭的情况 就可能会有些燃烧惊激出现了 也未定的 你不要有时候 我们走过了 都不知道那部分 是烧着了 烧着了又如何 很多东西都烧着了 已经烧不坏了 就是你不 pay attention 你不看清楚 那些东西可能会错过了 Amen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不要错过了 上帝在生活中的作为 Amen 我一直去观看 我最近跟Amen一直在讨论 刚才Amen说我们的公公样 大家看到我的公公样吗 不要多想 不是公廷的公公 我一直在讨论 我一直在思考 我曾经跟大家说过 他找屋的见证 记不记得 我们回想 他回来 很多人都问我 我回想起 去年很多人都问 三母先生 你女婿何时回来 你都问过我 如果问过我的人 你会知道我怎么回答你 我常常回答一句话 什么 找到工作就 回来 你记得吗 我常常说 找到工作就回来 我的女儿和女婿都回到香港 她在美国读音乐 有一个事实就是 原来读音乐是找不到食物的 所有同学都找不到食物的 在美国只有一个地方 做音乐的人是 找得到 即是稳定点有收入的 你知道在哪里吗 只有一个地方而已 教会 在美国的大教会就会请 他们的音乐校的毕业心 做他们的什么 worship pastor production leader 那些东西 但是其他地方真的找不到食物 所以我女婿和女儿当时问 香港那些做音乐会如何 其实一样的情况 也没有什么稳定的收入 对不对 有才华有才艺 那些 大家真的不容易 对不对 就是不容易 香港的生态真的很难 我们教会很多有才华 那些曾经在这方面发展 都觉得很困难 所以刚好我女婿的朋友 又介绍他 你转电脑 cyber security 哇 很稳定 还可以 relocate 回香港 那真的 我的朋友又找得挺好的 开始又试一下转型 为了回香港铺路 如是者就一段时间了 到今年年初 包丝母的情况 他回来后就正式找工了 谁知道找下一份 找了N这么多份 全部人都跟他说 香港 很多人离开了香港 大把工等你了 特别是IG行业 哇 不知道你的朋友有没有这些消息呢 我认识 我问了很多人 都说 日本有很多人找的 很多人介绍 总之每一份工都 都吃八门羹 最后他找到一份工上网 想着一定可以了 那间是一间音乐公司 S字头是一间 日本的企业有做电影 大家知道我那间 S字头有ON 不知道 就是那间 他又聘请电脑人 请一个人 就跟他们美国的公司做对接 你明白吗 一间音乐公司要聘请电脑人 跟美国的公司对接 识英语就搞定了 基本上从人的想法 就是上帝预备了 总之一直跟他联络 各样的东西 最后 拒绝他 他拒绝的原因是 because you don't know Chinese 他不懂中文 他跟美国的办公司 原来都要懂中文 可能他在香港也有些中文人 总之无奈 人的想法 都是这样想 但可能上帝的道路是怎样 高过我们的道路 不了样样都不行的时候 真是经历神 当时大概三四月 我女儿就说不如这样 我们究竟是不是神的心意 就试试申请一些 你知道我女婿是美国人 她要回香港 要么就叫做工作签证 要么就另外一条路 就叫Dependent Visa 知道吗 叫做寄养人签证 我两个孙子就没问题 因为她是18岁以下 我女儿是香港人 就会申请Dependent Visa 这条路线 大家知不知道 原来香港政府是很负责的 不想香港人受委屈 起码都要确保 所有签证发追 都不会成为香港政府的类罪 当然是申请人 希望她会养活到被申请人 很可惜 我女儿没有户口 没有资产 没有工作 没有任何证实她是有收入 没有任何事帮助香港政府 说服她 她说我女婿不是一个妇女 但是她也凭信心申请 究竟开不开门呢 不可以就 这个不是神的心意 但是不知为什么很神奇 不过两个月就批了 行了 欢迎你回香港 大概6月就知道了这件事 但是后面有一个条件 90天要Lang 6月知道90天要Lang 即是9月左右 来不来呢 当时有很多思考 来回香港就回到美国 即是年轻了再回到美国 还是回到美国 究竟怎样呢 大家知不知我女儿 Katy妹妹 她的外表很小 但她心里非常高大强大 当时她读书没有钱时 她写WhatsApp我四个字 Gospeel 神的旨意 神必迷单 她说的东西很高深 我也怕她做不到 当时她和我女婿一路祈祷 然后就跟我们说 她都很有平安 觉得是的 不只是纯粹回来 她觉得就算没工作 她都凭信心回来 她相信神必预备 真的很有信心 很喜乐 很平安 我问我女婿 那怎么样 就有没有找工作 她说 Keep my eyes open 然后回来很放鬆 很放鬆 话说她回来后没多久 找澳的另一件事 然后她就在社交平台上 估计她 我们回香港 大家说 Yeah 突然有个人想到她 就是一个又不太熟悉的朋友 是带我女儿几年的哥哥 那个哥哥就是香港长大的加拿大人 然后又在他学校读书 因为我女儿是做一些货音室的 其中一个学位 是在做一些货音室 所以就会和不同人会聊天 那么那个哥哥 刚巧和他经过一下 因为大家都来自香港 所以那个哥哥知道他们回香港之后 就认为他们 喂 我们 coach up 有点 什么时候 找日子 就是这样的对话 大家都知道 他完全毫无期望 然后真是找了一天 他就叫他们过去聊天 一聊天的时候 突然間這位哥哥發現和我的女婿是同一種樂器 大家讀樂器,她的樂器叫《沈崩》 知不知道叫沈崩? 那些很大的喇叭,又不是喇叭,又不是吹噗,又不是石頌, 又不是一塊東西,有多冷悶 居然兩個人讀同一種樂器 還有很特別的是,我的女婿好像在哥哥眼前蒙恩 然後她很愛惜這個弟弟,原來她剛好去了一間國際學校 開了一個音樂部門,她是總管 她剛好想把她在美國大學的音樂造則帶回來 總之整件事是工賺人,不是人賺工 現在開展了,我女孩子在這間學校做兼職,因為她還沒有教育文憑 學校可能幫她下年讀教育,令她可以正式入祭 現在會有些課外活動,很多東西 一個星期有兩天多,她在工作 所以回頭一旦,在生活當中有很多挑戰,好像蝦仔一樣,好像珊珊一樣 很多不料,但是當你一路看見你的生活的時候,神一路一路會為你開門 當你信得過主,闖開你的生命,不要錯過每一個我們經歷神的機遇 你觀看的時候,神在你的生命當中會掌握王拳,居首位 所以我告訴你,不要錯過神 不要錯過神 並且摩世說,我要什麼?過去觀看 不是遠遠看,摩世要走過去看 所以大衛曾經有一段的詩編說,你們要什麼? 上上主恩的滋味 所以我祝福大家,我和你都要學習怎樣? 上上主恩的滋味 這兩個字是什麼意思? 什麼叫上上? 英文的聖經有兩個字幫我們 第一個叫做taste 第一個叫什麼? 試 試就是眼睛看 taste就是品嘗 dap一下 不可以光看 你要試一下 我在報道會經常用這段經文 很多來報道會的朋友 都是家人帶她來報道會 然後我問她,信不信? 她說,牧師我先看看吧 十個都試而已,不肯taste 我跟她說,你dap一下 等於我帶你去餐館 只看餐牌,你飽不飽? 看十間餐廳,看完餐牌走 你飽不飽? 那怎知道好吃呢? 你上去那些什麼點評 開網 你怎知道哪一間號 每個都喜歡到曉飛 你怎知道? 難道拿著電話在那裡 你怎知道去餐廳試一下 那去餐廳的態度叫什麼? 憑信心 你只是憑信心試一下 你想想我們吃一頓飯都要講信心 何況你的人生 信仰呢? 所以原來我們講常常主恩的滋味 不單止去看 我們去品嘗一下,好嗎? 不知道你有沒有新來的朋友 你今天有沒有新朋友 還沒信耶穌? 我鼓勵你,常常主恩的滋味 知道嗎? 我們相信耶穌的 我們不要只看 看看別人有經歷 看看他有情況 他有蒙主恩 當然好,哈利路亞 那你呢? 你想不想? 你在自己生命的困境的時候 在你的挑戰的時候 我們不要用人的方法去解決 我們不要用自己去逃避 我們沉澱一下 問一下神 你是不是讓我有提升的機會呢? 你是不是讓我有經歷神的機遇呢? 你碰見一些人 好像沙子一樣磨你 你先不要走去 走去就不會滑 你看到一些人很辛苦很吃力 好像雅靈一樣在身邊出現 你不要避開他 避開他就不會大隻 所以有時候我們都很容易閃避 我們不想吃力不想辛苦 但是感謝主 你看看摩西 你看看大偉 你看看聖經裡面不同的人物 他都在這些環境裡度過 以至於經歷主人的滋味 對嗎? 所以跟你繼續說 不要錯過神了 不要錯過神了 大偉再說了 有六個字幫助我們 在主的恩典底下 他說第一個 要知道 要認識他是未善 接著要什麼? 投靠他 所以今天究竟你只是知道神 還是你願意投靠神呢? 知道已經很棒了 當你思 當你看的時候 可能你也會知道些 但是你真的經歷主恩那種滋味 你不投靠是經歷不了的 是嗎? 所以我鼓勵弟兄姐妹 我跟你也要知道神 又要什麼? 投靠神 投靠神 是一種完全的信靠 好像我 我的孫女 我很明白那種信任 那種信心 我放在不知哪裡 我離遠了 他就不知在桌子上 一下子跳過來 當我一定會接到他 那種信心 我都希望我對天父有這種信心 完全在生命當中 完全毫無保留 他在一些地方裡 跟他那些 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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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高 就不斷跳過來 我就說 公公 然後就跳過來 我都挺硬汗 幸好他接得住 他就被他媽媽罵 但是求主幫助我們 都能夠在主的恩典裡面 常常主恩的滋味 好嗎? 在生活中 我們都是走近上帝 就像大衛講的 這種投靠一樣 是嗎? 所以跟你講 我和你一起投靠神 我和你一起投靠神 第二個經歷 與神相遇之恩 要傳什麼? 敬畏 分別為聖 一起說傳什麼? 敬畏 分別為聖 剛才我們提到主恩的滋味 神的滋味 但這裡提到有兩個很特別的字 叫什麼?敬畏 我們看看第四到第六節 我們一起讀 一二三 要說神見他 過去要學 就從經濟女夫叫說 摩世摩世 他說 我在這裡 神說 不要近前來 當把你腳上的鞋 脫下落 因為你所站之地 是聖地 又說 我是你父親的神 是阿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摩世蒙上臉 因為怕汗神 這兩點要跟大家說 第一點就是 當摩世說要近前的時候 神說 不要近前 不要近前 為什麼這樣? 因為聖經告訴我們 非聖結 沒有人能見主 因為神是什麼? 聖結的神 神也是什麼? 烈火的神 所以我們要明白 神是不是慈愛的神? 神是不是慈愛的神? 絕對是 但今天我們要明白 這兩個都是神的屬性 今時今有很多教會 會經常說神是恩典 神是恩典 對嗎? 對 但當我們說神是恩典 不說神是聖結 好嗎? 沒有 有兩個特別的極端 在教會群體裡面 一些叫做 律法主義 legalism 只是說神是這樣 錯過了神有恩典 對嗎? 但你知不知道還有另一個極端 就是叫做 正是說恩典 這個廢法主義 Antinominism 廢法主義 正是說 哇! 就是恩典 現在歐美很多教會都是這樣 我們今天要明白 這兩個東西 似乎是很極端 但同時存在 神的恩典 今天我們要經歷神的慈愛 同不同意嗎? 但我們同時要經歷神 是一個可敬什麼? 可慰的神 我們帶著敬歸 同時存在的 這個好像一個很矛盾 一個叫做貝論 Paradox 或者Oxymoron 這些東西 好像有兩個不同的東西 同時存在一起 所以你看下去 聖經裡面 教導我們什麼呢? 我們怎樣帶著這種態度 在神的面前呢? 接下來我們領盛餐 還有我想起我昨天 有一個婚禮 昨天這裡有婚禮 有來的 婚禮就是奇哥 和麗華 和樂瑤結婚 新郎哥 昨天我做證婚 新郎哥真可愛 緊張到一個點 我在下面看著他 坐在和新郎 四個字形容 坐立 總之 這個人又怕青 又說話小聲 我做證婚 其實我也很憐憫 我真的很想勸他 不要太緊張 其實這個哥哥上次很緊張 很想勸新郎不要太緊張 心裡 又想他不緊張 但又多開心他緊張 你明白嗎? 為何想開心他緊張 如果他很淡定 我真的有點害怕 怕他做過很多次 他真的很緊張 緊張是好還是不好? 又是多好 但又想他不緊張 你明白嗎? 放鬆點 這是很開心的事 很放鬆點 你明白嗎? 這兩種態度是很極端 但同時存在有多好的事 你明白嗎? 今天我們在神面前 那種慈愛 神的敬愛 我們很治愈地 我們是神的兒子 神的女兒 那種被天父寵 被天父愛 那種治愈 那種自由 正不正 但另一種我們敬畏 神赦罪之恩 我們不敢再得罪神 不敢再罪神 祈禱神 祈禱神 很容易 又不太好 大家明白嗎? 那種很敬畏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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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謹慎在神面前 那種很嚴肅的關係 其實也是重要的 同意嗎? 但另一種在神面前 可以做回神的兒子 神的女兒 那種自由也很好 這兩種態度 同時結合在我們的生命當中 好不好? 所以今天 讓我們大家 不要只是在其中一面 失去一種信仰的平衡 而這種信仰的平衡 也不是中間 而是兩者都有 明白嗎? 似乎很… 很… 矛盾 或者很兩極 很… 很不一樣 但是兩者 都是結合在我們生命當中 就像這裡所說 神說不要近前來 你要將你腳上的鞋 怎樣? 脫下來 因為所站之地 是甚麼? 聖地 本來那是普通的地 但是因為有神同在 就成為甚麼? 聖地 大家有沒有印象 這句說話 彷彿在藥书下生命當中 都出現過 他看到耶和軍隊的元帥 神跟他說 要將你腳上的鞋 怎樣? 脫下來 因為你所站的地 是甚麼? 聖地 不是因為地的問題 而是因為神同在的問題 是嗎? 當有神同在這個地方 不一樣 有神同在 稍後會說到會幕 有神的同在 那個地方會更生 會改變 所以你看看耶穌怎麼說 凡洗過醋的人 只要把腳一洗 全身就是甚麼? 乾淨了 因為腳 特別是那時代 穿著那些 像梁蟹一樣 走過路上 不單是有巡哀 還有一些動物 可能有些糞便 那些東西 所以其實猶太人的規矩 一進入屋裡 要做甚麼事情? 洗腳 洗腳 是一種潔淨 等於我們今天去到 大家的家探訪 會脫掉鞋 這是一種保持衛生乾淨 但是耶穌所說的 不單是洗腳 是一種預表 最重要是整個生命都被潔淨 之後如果你看路卡芬浪子的比喻 耶穌說到 給這個浪子 當他回頭 這個爸爸 好像天父的心罪一樣 去到親嘴 接著 有一個更生的生命 有三樣東西 給一個外袍 還有上好的袍子 第二個是戒指 第三個是甚麼? 一對新的鞋 代表著甚麼? 舊日的足跡 不是首歌 舊日的足跡 都脫去了 大家有一個新的甚麼? 歷程 你知不知道你和我 都有新的歷程 可以在神的面前 所以代表著 在聖結的同在裏面 我們有一個更生的開始 跟你教訓 我需要和你放下 舊日的足跡 好嗎? 我們要放下 舊日的足跡 脫去我們這一雙鞋 我們經歷神的真實 哈利路亞 所以你看看 在與神相遇之恩裏面 帶著一種敬畏的心 不要走回過去的路程 可能我們過去的生活 做事行為是這樣的 我們不要重蹈 複絕 以至於我們 同樣的結果再一次出現 兩個人的相處 有時候我們都學習 譬如我和詩仁說婚姻的課程 我們幫助一些電影節目 做一些生活也好 婚姻的課程 你想想 兩個人過去的相處 可能因為不成熟 帶來這樣的結果 如果我們不改變 我們兩個人的相處模式 用同樣的相處模式 縱使今天大家 對不起 我原諒你 你原諒 這個原諒真的發生了 但是相處模式不改變 可能過三年五年 我們的問題會再出現 同意嗎? 同意 因為方法不改變 不會有不同的結果 這一刻有神的愛 愛神的恩典我們能夠放下放過 但我們 這只是其中一個恩典 但我們自己也要經歷 自己要生命改變 當我們樂意改變我們的做法 我們才會期待有不一樣的結果 對不對? 所以我們在神的面前 這個敬畏的同在裡面 我們有什麼需要改變呢? 我們以往行事為人 對生活的態度上 會不會不一樣呢? 第三點 不是第三點 第二點 第三點 當時神也跟阿伯拉罕 說了一句話 他說 我是你父親的神 阿伯拉罕的神 阿伯拉罕的神 伊撒的神 雅各的神 雅各的神 這句話是說什麼的呢? 歷世歷代都有不同的解釋 但你知道最重要的解釋是在哪個教導我們嗎? 其實 上帝跟摩西說這幾句話的意思是什麼呢? 是不是代表 嘩!我很厲害的 我也是你先輩父親的神 我和你家族 是很久的關係的 上帝在說什麼呢? 上帝在說什麼呢? 耶穌基督給我們最重要的解釋 他在這份書裡說 那裡我是阿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然後黃色的字一起載 神不是死人的神 乃是活人的神 耶穌幫助我們 再一次 elaborate 幫助我們明白天父的心腸 幫助我們明白神要跟摩西說的話 不單是神要跟摩西說今天我和你顯現 即是說曾經我和你的先輩顯現過 我和他們顯現的方式和你顯現的方式一樣 我能夠在他們生命當中祝福給他們 今天我再一次在你的生命當中 這個福也有在你裡面 所以我需要經歷一個與神相遇之恩 所以大家 鄧子輩 你聽過班牧師如何經歷神 你聽過我們大家不同的經歷神 你知不知道你也可以經歷神 與神相遇之恩不是幾個人的特權 是人人我們都可以有這樣的機會 是嗎 是嗎 我和你講的 你有機會經歷神的 你有機會經歷神的 因為神不是死人的神 神是什麼人的神 活人的神 如果是活人的神 我們先搖搖手 即是說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什麼 與神相遇之恩的機遇 哈利路亞 後面講到摩西 蒙上面 因為神講到他的聖結 他怕看見神 所以剛才我說的這個態度 又是挺好的 是嗎 又是挺好的 因為這種懼怕 就好像以賽亞說 哎呀和哉和哉 我滅亡了 因為我是嘴唇碧烈的人 住在嘴唇碧烈的民宗 眼中見到大君王 所以這個態度 其實敬畏聖結也是好的 若翰看到這個大象 他跌倒在神裡面面前 我死定了 因為看見自己的罪 弟兄姐妹 如果今天我跟你去到神裡面面前 沒有這種態度 我真的有點害怕 因為我們太隨便了 今天教會有很多人說 恩典其實是很好 但不要忘記 我們都是高舉十字架 高舉赦罪之恩 是嗎 高舉我們大家都要敬畏上帝 敬畏上帝 因為神是興萬什麼 不得的神 我們都要知道 我們有一天會見主面 哈利路亞 所以求主幫助我們 又能夠可以自由到神面前 但又帶著敬畏的心 去到神裡面面前 好像聖基裡面的人一樣 不過寶珠鼓勵我們 他說 我們有這樣的盼望 我們有這樣的盼望 他說 筆像摩西 把柏子蒙在面上 當時摩西就是害怕 把柏子蒙在面上 但是有些意識的人都不能定征 看到那張廢者的結局 他們的心底肝硬 直到今天 中毒舊藥的時候 這個柏子還未脫離 還有些人活在那個時代 但是你和我是什麼 這柏子在什麼裡面已經廢去 基督女 大聲一點 在哪裡 基督女 在哪裡 基督女 我和你在哪裡 基督女 哈利路亞 所以今天因為這個萬子斷開了 我和你不需要再有這個柏子 是嗎 阻隔我們和神的關係 但不代表我們不帶敬畏 柏子挪開了 但是敬畏的態度依然存在 Amen 夠約敬拜的模式不同了 不代表我們敬拜興忽了 今天大家不是拖著羊 拖著牛 在這裡拖著殺殺 祭司的功績不一樣 但我們依然屬令的態度 有沒有改變 沒有改變 敬拜的本質沒有改變 敬拜的方式改變了 柏子被廢去 態度依然敬畏 Amen Amen 所以這個柏子被廢 希望大家可以重新再認真去看這段經文 所以因為時間的緣故 我們要寧勝 第一 剛才說到從生活中我們帶著觀看 第二 我們帶著敬畏 第三 是持續與神 面對面 剛才我們看第三章 接下來我們有幾節的經文 三十三章 七到十一節 我們看第三章 我們一起讀四節的經文 預備 一二三 摩西素常將帳範支搭在營外 離營卻遠 他稱這帳範為匯幕 凡求問耶和華的 就到營外的匯幕那裡去 當摩西出營到匯幕去的時候 百姓就都起來 各人站在自己帳範的門口 望著摩西直等到他盡了匯幕 第九節 摩西盡匯幕的時候 雲署降下來 立在匯幕的面前 耶和華便與摩西說話 當百姓看見雲署立在匯幕面前 就都起來 各人在自己帳範的門口下拜 耶和華與摩西面對面說話 好將人與朋友說話一般 Amen 剛才說到要成為有料 要經歷什麼 不料 你真是有料的人 就會素常 即是摩西大位 或者聖經裡面 有兩個字很值得我們去提醒 就是素常 素常是一種生命的習慣 一種生命的展現 已經不是強行做出來 已經成為你生會的部分 Amen 所以摩西能夠持續與神相遇 由第三章開始到第三十三章 已經進入到第三個四十年了 過了挑戰 已經去到上帝可以大大使用它了 他仍然來到帳篷 素常 你看彈以來 說他一天三次 獅子坑事件 他怎樣 素常 也是這樣祈禱 說到西面 在盧家坊說到公義虔誠的人 他都怎樣 素常 素常是一種生命的習慣 生活的習慣 所以我們有天天聆聽 有八點半 都是嘗試幫助大家 有一個工具 能夠做到這兩個字 叫做什麼 素常 素常在做什麼 匯幕是一個什麼地方 與神相遇的地方 Tabernacle of Meeting 是一個帳幕與神相遇 Amen 大家記得我一開始講過 這個匯幕的建造 有幾層 從萬紫 從山羊毛 從海狗皮 從裡面 從裡面 一直做到外面 哪一個更美 越裡面的 越是越美 越外面的 越是像 海狗皮 看不到 越裡面的 越精緻 所以這種建造 是從內外 從裡面做出來的 今天我們著重 我們的生命是外在 還是內在的生命 求神再一次開啟我們的生命 在這個地方裡面 經歷神的同在 神的同在很奇妙 神的同在很大 因為這個匯幕 是一個 好像我們去過營會一樣 大家有沒有去過營會 聖靈的同在真的很強 就好像神的同在 臨在匯幕 臨在以色列的民眾 不僅僅我們在一個坑裡 我們去祈禱神的 原性的啟示很大 在一個營外 在一個堂會外 在一個咖啡店裡 有個弟兄跟我說 我們想去祈禱 不過睡得硬了 那就沒辦法了 有人剛巧打電話給他 叫他聊聊天 誰知道他在聊聊天 哇 神就藉著一個人 跟另外一對夫婦說話 奇不奇妙 好奇妙 剛才我剛才說到佩權 大家先知聖祈禱 或者完聖祈禱 我跟另外幾個姊妹在一起 第一堂坐在這裡 叫Janny 他們幾個 我們一起一組 我記得佩權一坐下 我們那個姊妹叫Janny 今早上第一堂 叫Janny Wong Janny就叫她做家權 這裡有沒有我們同銀嘴的弟兄姊妹 知不知道她叫做家權 知不知道佩權叫做家權 我們沒有人知道 我也不知道她叫做家權 我就跟姐妹說 姐妹你搞錯了 叫佩權這個哥哥 她想受浸證書 我也仇過 接著她說 姐妹說不是 我覺得她是家權 怎會覺得別人好像什麼 這樣算了 不要緊要準備祈禱 但最奇妙的就是 當時佩權說了幾個字 你怎知道的 我就問一問 什麼叫你怎知道 是不是 就是 當時她說了幾個人 大家突然呆了 嘩 毛管都凍了 後面才知道原來 這個名字 就是她的家族 族譜還沒有那些名字 她妹妹又不知道叫家什麼 那些 既然是家權 但家人又不跟族譜 就叫她配權 所以家庭裡面 就會叫這個族譜的名字 叫做什麼 家權 但是一般社會上 或者我們的朋友 叫她做什麼 配權 甚至我們都不知道 但是當姐妹 說 什麼叫覺得 靈裡有種感 好像 阿慧芬 那時候 你是不是跟我們在一起 那時候 還是你轉了人 我忘記了 叫家權事件 但那時候開始就是 感受到神的靈 很大的同在 然後開始就 發出這個祈禱 不單止這個故事 還有很多的故事 我看到神的同在 是一個很特別的展現 大家有沒有這樣的經歷 我聽見很多的見證 當我們進到會幕 進到神的同在 我們是被開啟 心靈被開啟 其實這一種的經歷 不應該是偶發性的 應該是素常的經歷 Amen 我們素常的經歷 所以大家 看我們那些 與神相遇的聚會 渴慕聖靈的聚會 接下來是星期六 我很邀請弟兄姐妹 不要想 這些事情 一年來一次 而我們每個月的星期六 都鍛鍊我們操練 與神相交 Amen 你知不知道 上帝都可以使用你 使用我們每一個人 去經歷成一個 靈感的管道 成一個神啟示的出口 帶出祝福給身邊的人 Amen Amen 其實你知不知道 那個經歷 你怎麼知道 是一個榮耀主 我前天和Shan 去接觸 有兩個在國內地的朋友 一個基督徒 一個未信主 他們是來香港辦工作 未信主那個 和信主那個人去機場 我們就在樓下喝咖啡 介紹教會給他們認識 最後做祈禱 心靈很感動 當Shan牧師為他們祈禱的時候 上來給我一些說話 我跟那個未信主說 一說完之後 那個信主 那個未信耶穌的姐姐 立刻在那裡流眼淚 信了主 就跟他不停說 我未跟他說的 我未跟他說的 你明白嗎 那個基督徒的朋友 跟他帶來的未信主的朋友 在祈禱之後 他不停重複一句說話 我未跟他說的 全中 全中 我自己也感到很大 姐姐姐 這些事情 是一個素常的操練 當你有一種愛 主下這個未信耶穌 我怎麼跟他傳福音呢 怎麼跟他說呢 他說多少 他不停跟我說 五點鐘坐 他九點鐘飛機 五點鐘坐得這麼早 想著慢慢跟他聊 他一來到已經想走了 根本對教會沒有興趣 對福音沒有興趣 只是一個字 我有去買一條東西 就是這樣 但是最後 差不多五點半才走 為什麼 一期完討之後 心被打開 Amen 怎樣 我們每一個人 其實不是因為 我們有時候說到 你說不服一個人 同不同意 但是我又不認識他 但是我又不知道 聖靈有幾句說話 進到心裡 弟兄姐妹 當你愛 當你憐憫 當你很愛靈魂的時候 我和你都可以被神使用 Amen 不問題 平時有沒有操練 你突然有車牌 二十年沒有開車 突然被車載人 你死定了 我一直都沒有練開車 對呀一直都沒有 之後我們沒有做 機會來到的時候 就做不到 Amen 所以今天神可能給你有機會去幫助生命 但是你有沒有素償鍛鍊自己 與神相交 令到你可以分辨到 誰是從神來的靈感說話 誰是自己的想法 誰是魔鬼的欺騙 我們這些聲音如何分辨 弟兄姐妹 兩個字叫做什麼 素償 素償 一一與神一對一 是嗎 是的 我們的天天靈靈 我們的八點半 我們的操練 我們大家一起去鍛鍊我們的生命 所以剛才我們看這段經文告訴我們 耶和華便與魔西說話 說話 耶和華與魔西是怎樣 面對面說話 好嗎 當然他也很害怕 蒙柏子 但是這裡有聲音說 耶和華與魔西說話好象 朋友 一說話一般 大家記得第三章 說他蒙柏子 也很害怕 但是神愛魔西 是嗎 他跟他一起 所以當時魔西是蒙柏子 記住 但是神與他主意這種相予這種相交 聖經還用了一個比喻 面對面 好像朋友 神與他近不近 很近 而這個近到怎樣 後面有一句說話 大家看完之後可能會有些立門 第二十節 耶和華又說 你不能看見我的面 因為人見我的面 什麼 不能傳活 第二十節 為什麼神會說這句話呢 前面又說我很好 跟你面對面 然後你不能見到外面 因為見我的人 怎麼樣 我們明白神真的太榮耀 這個榮美 以致到我們一般人 我們根本在有罪的生命當中 我們承受不住 抵受不住 行不行 其實整件事是說的是什麼 大家不要忘記 二十節之前是第幾節 十九 還有什麼 十八節 其實當時發生了一個情景 摩西就說 求你什麼 顯出你的榮耀 摩西很想見神你的榮耀 但是神說 不行的 這個榮耀不行的 你見我的面 不能傳活的 所以話說 我要 不過 你看不到我這個榮耀 因為你頂不住 不過我要展現給你 與你相交 好像面對面一樣 我要展現什麼呢 他說我要顯我一切的 恩慈 在你面前經過宣告我的命 我要恩待誰就恩待誰 我要什麼 憐憫誰就憐憫誰 所以摩西經歷到神 面對面 是經歷到神的恩慈 當然祂很想見到神的榮耀 但是神說我要展現這個恩慈 而這個恩慈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與神相遇的恩典 所以保羅提醒我們 你不要藐視神豐富的恩典、寬容、忍耐 我們要記得的 是因為神的恩慈引領我們 悔改 今天我們不是因為有人枪指著我們的頭悔改 是因為我們經歷神的愛 是嗎 待會我們要有聖餐的時間 好不好再一次我們回到與神相遇之恩 提醒我們與神的相遇 是嗎 你的恩慈 所算 所算在我們生命中如何經歷過主 在神的愛中帶著敬慰 兩者的心態去到耶穌基督的面前去紀念祂 好嗎 讓我們一起起來吧 今天的信息 有很多東西你可以探討 但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和你不要錯過了 生活上種種的滯愈 可能都是容許我們經歷神的 我想請我們的經歷團隊 請我們叫這首詩歌 也都是講到 好像摩世藥與神面對面的詩歌 也都是一種態度 我們都要看見 是嗎 你都有 請我們同工預備好嗎 請我們請你降下同在 在你自命的經歷中 請我們的牧者 我們的獎道幫忙 我們去預備我們的分法先 請你降下同在 在你自命的經歷中 求你降下同在 在你自命的經歷中 我好嗎 求你降下同在 求你降下同在 在你自命的珍貌中 我要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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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我心看見你的榮耀 看见神的恩怯 我要看见 我要看见 这时代要看见祢荣耀 我要看见 我要看见 如同我心看见祢荣耀 我要看见 我要看见 这时代要看见祢荣耀 接下来我们要准备我们的心去领受圣参 如果当中你有些未信耶稣的 我欢迎你来到我左边 大家的右边的前面 如果你带朋友来去未信主 帮我一个忙鼓励他 能够悔改凝聚 去与神相遇 以至到我们等会一起去领盛参 如果你未信耶稣 我发出这个邀请 愿意你自己都能够尝尝主人的滋味 但如果我们都是信耶稣的弟弟姊妹 再一次来到神的同在里面 看着保罗的教导 我们要圣参我们自己 圣参我们自己 带着感恩的心去纪念耶稣 但同时间 我们都带着敬畏的心 去到主面前去悔改 因为这里是圣地 神的同在的地方 把这个鞋脱下 代表我们要悔改 脱去救人 感谢主 如果信耶稣 我们给一个掌声 我们的姊妹会帮你的 我们的同工 感谢神 第一堂都要信耶稣 我们感恩 我们与神的爱去更新 好吗? 各位姐妹 我做个祷告 我们同工开始预备 分发圣参 每个人拿到之后 我们带着一种敬畏的心去祷告 好吗? 你真是主有圣参我们 更生我们的生命 与神能够有相遇 耶稣 我可以多谢你 多谢你在最后晚餐的时候 你设立了圣参 你拿起饼 拿起杯 你祝祭 你抹开 你也提醒我们这个杯 就好像你的血为我们流 主 今天我们再一次 是一个与神相遇的机会 在生活中 我们可能有种挑战艰难 有很多的不聊 但是主多谢你 我们要观看 我们要体见 神力的恩典 就是这些环境当中 就好像这个燃烧经济一样 再让我们带着敬畏的心 去到你的同在里 帮助我们 能够掃尚 持之以行 是的 都能够去持守这份恩典 守着我们持之以行 掃尚领受圣叉 一样 是彼此提醒 去纪念耶稣 我们祝福这个饼 祝福这个杯 是奉耶稣的名 Amen 好吗? 我们也分发这个饼和这个杯 顶姐妹 当你拿到的时候 你要为自己祈祷 帮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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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被更生 帮助我能够被改变 帮助我能够被释放 哈利路亚 当你拿到这个圣餐的杯和饼 上面那一层有个胶纸 你可以打开才拿出饼 在疫情之后 我们也很少做抹饼 大圣说 耶稣把这个饼抹开 抹开 好像他的身体为我们蛇 我好想有感动 有一件事 就是我们 彼此抹饼 大家听着 有两个位置 第一个 如果你觉得不舒服 基于卫生的缘故 不要紧的 你不需要和人交换饼 但我们奉耶稣的名 凭信心把这个饼抹开 就像耶稣基督所作的 是吗 是的 我们用灵里面相交去抹饼 我们不需要彼此交换 但原来 牧师我都很感动 如果有些是你家人 你两夫妻 你觉得无所谓 或者有一些 你觉得很有感动 不要紧的 大家都很平安 你也可以尝试实体抹饼 这个实体抹饼的意思 代表什么呢 代表这个饼我抹开了 耶稣基督就好像 他的身体就像你的饼 一样 我和你能够 这个饼交换 就是我手中的饼去你 你的饼去我 我和你一起领受 即是说 你又在我生命里面有份 我也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份 我们也在耶稣的生命里面有份 这是一种合一的展现 不过这样 因为疫情之后 可能有很多的状况 第二节目可能有很多的不习惯 不要紧的 你要没有平安 真的实体抹饼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 我们可以有灵里抹饼 当我们手中的饼抹开 我很想鼓励 我们找一个最少去祷告 给一次祝福 我们在神里面 都可以一起与神相遇 并且与人相交 在神的爱中 互相建立自己 是吗 所以如果你平安的 你可以实体 如果你不平安的 我们就这样 给一次祝福 好吗 我想要两三分钟 我们一个拿着这个饼 给一次祝福 让神的爱 在我们当中 互相的去到领受耶稣的爱 好吗 我们用几分钟的 我们去在身边的人 你用灵里抹饼 或者你有平安的 有信心的 可以实体抹饼 哈利路亚 感谢主 都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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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 我们与神相遇 与人相交 哈利路亚 就是我们来自便的 在我们与神的爱 都是一样的 我与神的爱 大家都看到耶稣的爱 里面有份 好吗 耶稣的爱 可爱 神的爱 荒利路亚 主也帮助你 祝福 祝福 神的爱 所帮助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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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德圣的名字 我要看见 我要看见 愿同我心看见你的荣耀 我要看见 我要看见 这首歌成为我们的套歌 主日帮助我们 每天都来到在你荣耀当中 在占占你的荣耀 和你面对面 我要看见 我要看见 如果我心看见你的荣耀 我要看见 我要看见 这时代 要看见你荣耀 祝我们多谢你 神来多谢你 今天透过三牧师 给我们有一个 这么好的 领受你话语的时间 祝我们今天 是提醒我们 总是要来到 和你素上的面对面 祝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 凡事依靠主 我们人可以 有很多方法 但是主 我们唯有是 什么是神你 顺存可欲的旨意 帮助我们 每天都能够 可以如此的求问你 亦都求你 来到教你 带领着我们 每天的 可以按你的心意而活 多谢主 祝我们每一个 祈祷 可以福 救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明知以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